如果打开电视 看到参选的宣传片 你听哦 李长选议员的推荐人 是黄国书 立委黄国书唯一支持 现任议员的推荐人 也是黄国书 再来一位议员 马戏黄国书推荐 这是台中市中区西区的 民进党初选 三位青壮年要竞争出现 就像说好了找代言找推荐 非黄国书不可 国书委员是中西东南区 非常认真也非常努力的 政治人物立法委员 他在地方也是相当高人气的 所以我们也当然会 希望委员来为我们 做一个这个推荐 毕竟国书现在在中西东南区 他就是政治上的领头羊 这一个feel就像把黄国书 视为选区共主 你好 不好意思 打招 手打 黄手打 下禮拜就是我们的电话面条 这就电话 拜托 给阿卡一倍机会 大家能够继续给我一个机会 能够让我在初选里面 能够顺利来过关 背上文宣 徒步拜票 这是台中市中区西区的民进党内初选 现在进行事 其中萧行凯的父亲小姐 还有江兆国的父亲江正吉 都是黄国书的议会老同事 至于黄手达则是担任过黄国书的服务处执行长 两名现任外加挑战者 三人要争抢两席提名机会 王国书宣布不再连任立委 对初选推荐不做任何回应 深怕对挑战者怎么说都不对 挑战者们想承接议员路线 或大胆一点接棒立委 眼前得先跨越初选门槛 拿下第一胜都想跟黄国书有关系 3015令委之张军 台中报导